生活APP 今天节目呢 邀请到廖燕威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燕威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燕威你这次这个 交易部的计划 是提出用旅行 来发现世界的角落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那时候 发想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本身 其实是非常喜欢旅行 然后我会有这个发想 是因为呢 我希望就是 透过我的脚步 然后去探访 就世界上很多的角落 就是去体会一下 这世界有很多不同 可能是族群的生活方式 以及各个地方的文化 还有自然风光等 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挑这个日本 日本因为我本身 其实对于日本这个地方 我是很喜欢他们的建筑方面的 的一些模式 以及他们的一些信仰文化 是 所以我这次会选择 日本的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 其实我走的那一条古道 是信仰文化 是蛮浓厚的 这是一条就是 算是一个 供奉一个 日本比较著名 战国武将的礼目 所以在这一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 神社跟寺庙 是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会选择这条步道的原因 所以你平常对这个日本文化 就很有兴趣是不是 是的 我尤其是建筑跟信仰 就是跟信仰方面的 我都还蛮有兴趣的 那你为什么念到 航运管理系啊 刚好其实 关于旅行这部分 是算是比较兴趣 那一方面的东西 自己平常喜欢 主要是航运管理这一方面 其实也是跟 全球算是一个贸易的 算是一个贸易体系 所以我觉得 从事这一方面专业 等于也是跟世界上 就做更多的接触 就是这个日本这个部分 旅行这个部分 是你自己平常的喜欢 休闲生活就对了 但是专业呢 是在这个航运管理 现在是大四的学生 是的 不过你这一次很特别 你是用这个流行 徒步的方式来体验日本 我会请你谈一下 你的想法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 用这个徒步的方式 因为日本其实 交通建设 其实也很进步 你为什么不直接搭车就好了 这一次旅行 其实在这之前 其实我已经有过 几次的自助旅行 我之前有过单车环岛 以及徒步环岛 这两种方式 在我这两种方式 旅行完的心得感想之后 我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你 以交通工具来做旅行的话 其实它的速度会 相对于徒步来说快很多 因为像我们骑单车 动辄一天 基本上都可以 一到两百公里以上的距离 可是如果你是徒步的话 一天顶多就是 二三十公里的那种距离 我是觉得说 当我们用徒步的方式 去旅行的话 其实更容易贴切 当地的生活方式 比较不容易去错过 精彩的部分 就是当地的一些人数 可能会比较 类似偏乡的部分 或者是说 比较 算是偏离交去的部分 可以更深入的去体会 所以你喜欢的方式 是用比较慢慢来的 慢慢看 你宁可看的深入 不要去很多的点就对了 对 就是用很慢的步调 去走入这个地方 真的去体验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是的 不过你刚才有提到 其实你之前有很多的 不管是徒步环岛 或者是单车环岛 甚至好像国外也有经验 对不对 是的 我曾经游到北欧 去做过自助旅行 不过那个时候的旅行方式 就是以当地 然后利用他们的当地交通 去做 交通工具 对 那你自己在之前 在台湾的这个 徒步环岛的经验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 这个让你印象很深的 那次经验没有 就是说 比如说体力上 是很大的考验 就累死你了 反而会让你说 以后不敢再尝试这种方式 其实这一部分 事后回想起来 其实都是很快乐的 可是在那当下 是真的没有那么有趣 因为像那时候 我当我执行 徒步环岛的时间点 是在暑假的这段时间 其实那段时间 又非常的炎热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 有一次我在东部 在徒步的旅程过程当中 有一天的 基本上温度都是 动辄三十几度 有一天听说 太阳直射到四十几度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们在走的过程中 就会体会到那种太阳 真的很热 很毒 对很毒 然后而且也没有什么 遮蔽的地方 那时候当然心中 会一直想着要放弃 可是我觉得坚持下来的 动力就是说 在我们旅程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们的鼓励 我觉得就是与当地民众的 他们给我们的鼓励 以及跟他们的一些交流 我觉得让我在这趟旅程中 就可以更有动力 去完成这趟旅程 就是台湾的人情味 让你这个念念不忘 不过你这次这个19天到日本 徒步去体验学习 这个经验其实很难得 那我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比如说 季后的因素 或者是体力的因素 其实都考验着 你这一次的这个行程 但是你这次去日本之前 你有没有准备一些 就事先可能训练体力 你又做一些准备的动作 在训练部分 我是有准备关于那边的 适应那边的装备 因为我过去的时间 刚好是在日本他们的冬季 因此他们的气候 其实是比较寒冷的 他们白天可能还好 可是晚上大概都是10度以下 尤其我这次到达的 终点站日光这个地方 它是位于海拔 约700公尺左右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我看一下温度 好像夜晚最冷 好像有到零下 零下10度 所以那时候我有特别准备一个 就是鱼龙的睡袋 对 然后还有一些睡点之类的 就是防寒的 对 保暖的部分 比较做功课的地方 但是你自己这一次去了哪些地方 我们刚刚介绍 你是横跨了四个县市 对不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日光 日光我也有去过 那真的 冬天的时候还蛮冷的 那你这次是到日本的哪些地方 我这次主要是沿着日光街道 它这条步道去走 它这条步道其实是从东京开始的 日本桥 然后一路会经过奇遇三重 是 然后再也就是到达立木县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沿途 其实我主要也是沿着日光街道 然后从这条步道 然后再慢慢向外延伸 是 对 可能就是会到一些点的周围啊 去他们附近的神社寺庙去参观 因为我这次主要目的也是去参观 他们的信仰方面的建筑以及文化 所以你走的这个路线 也可能是跟这个 会跟这个热闹的闹区会重叠到吗 就是会跟市区以及 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其实这条步道都会经过 所以就其实也蛮明显 可能我是从比较市区的东京开始走 是 一路向东北走走到后面 其实到后面都还蛮 有些地方其实都是蛮乡下的地方 对 不过你这一次这样子走的话 其实你刚好提到 就是台湾有人情味嘛 那在日本呢 你自己沿途当中呢 我认为其实日本人 真的也很有人情味 就是当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 我发现啊 不管就是 其实人种都没有分 没有什么国界 就是大家都很热情 就可能他们会给予你一些 不管是精神上的鼓励啊 或者是物质上面 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鼓励这样 那我就觉得说 与他们这样交流之后 不只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他们 而他们的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其实也是伴随着我这趟旅程能完成的一个动力这样 所以你会日语吗 其实我也不会日语 那你怎么沟通 这时候就是我会利用英文单字或是匕首画脚 其实身体语言真的还蛮好用的 因为像我在日本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会去 我有一次去他们警察局去跟他们做一下询问 就是有问题做询问 然后因为他们不会英文 就他们就转接给他们的翻译人员 然后我跟他翻译人员 因为他可以讲 他会讲中文 然后我跟他讲了二十几分钟 就一句话讲了二十几分钟 然后讲完之后 他就回问我一句说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那时候就觉得 感觉好 有一点 有一点好笑 所以我想起来就觉得 你为什么会讲到二十几分钟 一句话 因为假如说 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请问这个地方附近有什么 可以供我们住宿的地方 因为可能是雨掉太快了 他听的就是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可能就是一直叫我放慢 放慢 或是逐字 逐句的念给他听 可能是他对中文 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 我们讲话速度太快了 不过你刚刚除了 我们提到这个语言的问题 你这一趟的旅程当中 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就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是透过 露营的方式去住吗 是的 那你那个地点都怎么选 其实一开始我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天 其实还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第一天 我基本上是比较狼狈的 那时候在半夜 其实一直是在寻找 我可以住宿的地方 那时候早到半夜两三点 找到后面没办法 就只好先窝在天桥一角 就先这样过到早上 向右鸣 对对对 然后再开始再从早上之后 之后再去寻找 后来第二天第三天之后 就开始比较好 就是说 我开始会以车站为主 车站 对 之后其实都还蛮酸 就是车 一直都在车站做住宿这个地点 可是到后面其实到接近尾巴的时候 由于就是我那个车站没办法睡 然后我又只好继续往前走 走到后面半夜又是下大雨 是 然后没办法也是躲在别人的屋檐下 就这样又过了一点 对对对 可是你这样不会被赶吗 他们那边是可以这样子就随便 其实也是要看地方 有些地方就是协调好 基本上那些地方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些地方那些当地的可能一些警卫 或是车站人员说不行 那我可能就是没办法找另外一个地点 所以就是我在后面所遇到的 也是有遇过一次这种问题 所以就是一样继续寻找就是下一个地方这样 对 是 不过像你这个洗澡呢 洗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洗澡因为他们那边是冬天 所以因为台湾是还好 台湾那时候旅行夏天 所以就是用可以在洗手台就冷水冲一冲 就学校嘛 对 可是在日本那时候冬天就没办法 可能就洗澡部分就稍微忍耐一下这样 所以你19天都没有洗澡 没有那么夸张啦 但是大概洗了四次澡左右 有机会有这个水的时候才能洗就对了 对 不过你刚好分享一些这个 你在这个日本跟他们这个交流的经验 那你在这一趟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一些最难忘的经验 就比如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惊险的状况 或者是让你这个印象很深的事情 其实遇到比较深刻的就是可能 与跟当地民众的交流吧 因为像我这条步道也是有经过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时候呢也是有遇到好几户人家 可能他们也很热情的招待我进去 可能就是说招待我午餐 以及跟他们 休息一下 对 然后并且跟他们做一系列的交流 就是可能会用 他们可能会用日文讲啊 或者是用英文沟通 有一些英文还不错的 我们就可以用英文来做一个沟通这样 然后呢如果说比较惊险的部分 其实是在越往后面 因为越往后面是 那时候是一月底去的 然后那时候一月底其实越来越寒冷 然后我又越往山上跑 所以其实到后面那种温度都还蛮 冷的 还蛮低的 然后像我到后面 我到后面可能接近日光的地方 有时候睡觉一起来 一往旁边一看 哇下大雪 然后就会觉得 哇好不想出来 要不然就是睡袋可能 睡到睡袋都结冰这样 一起来像奇怪 怎么冷冷 然后发现睡袋上面有一层冰这样 所以你是带着睡袋 你没有搭帐篷吗 因为其实到后面觉得说 因为都会有那个屋眼 所以就想说算了 不要那么张扬 对对对 影响这个人家的持续生活 但是你都没有遇到这些 日本的一些民众 可能对你赤喝 因为也太美没看过你啊 一个陌生人 其实大部分的 我所遇到日本民众 都还蛮热情的 也蛮就是亲切的 所以大声车这部分 倒是都没有遇过 这一路上 其实我遇到的人们 其实都是会给予 很热情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是目前是还没有遇到的 都很顺利了 对是的 不过呢 我看到你自己有分享过 其实你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你好几次跟这个游民同睡在一起 你可以谈一下那次的过程 跟今天是什么 其实在那一次 也是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 算是一个缘分 就那一次刚好 我在车站也是 碰巧遇到那两位游民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也是跟他做一个沟通 就是说 那请我就是跟他们要一个位置 他们也是很 他们也是OK 那那边就给你 其实在这样相处的两三天 这样过程看下来 其实我觉得说 他们是以两 他们两个人 算是一起的 其实他们 我看到的地方是说 他们两个就是互相扶持 互相帮忙 是 就是很勇 很乐于分享 他们可能说 今天有得到一些东西 可是他们会很热情的 把他们 很热情的 把他们一部分的东西 分享出来 因为像那时候 我在跟他们 一起同住的过程中 像他们可能有得到一些食物 然后他们也是很 他们就会很大方 很热情的 就说 那我分你 我的一部分给你 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算 很温暖的一个地方 就是人与人相处 间很温暖的一个地方 就是互相帮忙 或是互相给予 这样 是 所以你那一次 是跟他们住了两三天 不是连续 但是前后 前后 不一定就对了 所以这一次的经验 跟你之前的 一些在台湾的经验 对游民的看法 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其实后来就是 会慢慢改观的部分 就是说 我认为说 其实不能说 以对方的外在因素 去看待他们 我觉得是说 可以去从他们 内在方面去看待他们 或许就是 他们可能现况 并不是那么的 让人家觉得很好 可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说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己 我觉得是很棒的 就可能说 他们很热心 很善良 很勇于 就是帮助别人 对 尽自己所能 我认为给予的分量 不一定要多 但是轻易吧 我觉得那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部分就是 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地方 对 这样友谊很特别 那你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没有 你有没有跟他们道别 他们有一些表示 有 就是其实 离开的时候 就是说 我都会跟他们 做一个道别 可能 因为他们都会比我早 还有起来 所以可能就是 遇到他们刚好正要 准备出门什么 就是跟他们道个别 这样 对 就一样是在天桥下面 还是在车站 在车站 或是在某一些角落 对 是 不过其实这一次 这个 教育部虽然有 补助一些经费 但是就我了解 好像经费其实也很少 那你在这一趟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特别的 就是说 为了省这个费用的部分 你有去 特别去精算过 或者是说 你可能吃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 你就比较舍不得用 你有没有去 这个比较精打细算 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通常 像我们会出来 像背包客 像我们这样出来的人 其实都会有 对于预算方面 都会有一定的算 都是会 控制 对 会控制它 像这一趟过程 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原本背的是12公斤 10公斤左右 后来 因为我那时候预算 打算说我加水 就只要背13公斤 14公斤 是 后来我上飞机的时候 就去称重嘛 一称上去 不包含水 就16公斤 超重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是买了很多的干粮 就是可能买了 30包泡面 16包营养口粮 其实就是怕 以背不识秩序 这样 然后就那时候 一放上去就觉得 哇 怎么突然变那么重 然后开始来担心 对啊 那时候可能连假 都觉得很 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说你怎么会带那么多东西去 这样 对 所以你到那边 其实那边买东西 应该也很方便啊 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是打算是要控制预算 后来发现其实 其实也够用啦 就是在当地我也是有去 该就是去品尝一些当地的食物啊 以及当地的 还是有消费 对 当地的消费也是都有做 是 不过你这样子回想 你这样19天的行程下来 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在哪里 有没有改变或者是影响你一些 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关于收获这个部分呢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 心理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吧 我认为说 透过这一趟旅程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的心理方面 会有更加的成长 我会认为 现在我认为说 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原先的我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当我实际 透过一些我的旅程经验后 我会发现说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就是你在 你自己心里去限制住你 你自己的发展空间 我会认为 对这时候就认为说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比较不会花底纸线这样 是我就可能事前估计太多了 但是真的实际去做 可能就真的没那么难就对了 对就心理影响层面会比较大 好好不过你接下来呢 还没有什么新计划 这个日本结束之后 日本还算是一个比较好挑战的地方 接下来呢 有没有想要尝试到其他地方去 有 就是如果未来有机会 其实会想到更多的地方去参观 目前的话有两个地方 我是如果在未来有机会 我是会想要去挑战的 一个是 一样也是在日本 是 不过它是在四国 它那一条步道 也是信仰文化非常浓厚 它是 它是那个步道 其实就是以前日本很有名的天海生人 它遍布修行的步道 沿途会经过88座寺庙 是 然后另外一条步道 其实就是在欧洲国家 在西班牙跟法国那边 一个圣地雅各之路 它这条路其实是 基督色彩非常浓厚的路 它那条路其实在古代时候 就是说 当人们用步行的方式 走完这条路 上帝会给你赦免 就是免除你的罪的 一个含义在 是 对 所以这两条步道 其实目前都还蛮想要去体验的 对 你这个真的对这个信仰很迷恋吗 主要是信仰跟建筑方面 因为我非常喜欢宗教方面的建筑 建筑的都非常的宏伟这样 这个也祝福你 接下来这个计划可以真的实现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邀请的是长荣大学航运管理系的学生 廖燕威 跟我们分享她日前到日本徒步体验的经验 那么她是利用19天的时间 带着帐篷跟睡袋 以徒步加上录影的方式 重新认识日本 也感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交流 足迹是横跨了日本的四个县市 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燕威的分享 这趟旅程 也让她重新思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也让她学习到 以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困境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 要再次谢谢燕威 跟我们分享她壮有国际的经验 那么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您 谢谢